大概有一个大概四五分钟的影片 可以看一下 像飞鱼还没做出来 我们在空中的飞鸟都是已经做出来的 都可以去拍一下 这个是在我们机器馆里面 我们做出那个拍音机的飞行器 那个状况 我们的飞行器是没有人讲的 没有人讲 其实就是跟鸟类一样拍到翅膀 它就可以把空气往后盖 加上它翅膀 它还是一个翅膀 所以它还是用生理 所以同时有生理跟亏力 发生在这个飞鸟器上面 所以它就可以在空中包装 那这个飞鸟机会觉得的话 它应该是有炮能量 我会报告一句 这架飞鸟它大概是十克 十克重很轻 十克大概比你的引进来的轻 十克那么多少 那它花大概一瓦的电力就会飞 一瓦 一瓦的电力就会飞 各位知道 随便一颗飞鸟套 大概就算四瓦 这个是我们那个 前几代做的 第一次 第一次做的不是很成功 他们就飞鸟了 那时候的那个 消耗的费力很大 因为那个效率很好 整个机械早上效率 不然他们就把效率提高 提高提高 提高 大概现在可以大概到一半 我们大概这个一瓦里面 我们消耗一瓦的电力 大概一半就是消耗在 机械的传动 这个火耗一半 那另外一半才大概 我们再做飞鸟这些事 所以其实飞鸟来讲 如果机械效率够好了 其实大概0.5瓦可以飞 最时刻来讲0.5瓦 所以像飞鸟 你也可以证证看 他们有飞鸟 如果它那个是 这个是 100克重的飞鸟的话 其实 成了十倍啊 大概几瓦的电力 事实上应该是可以飞鸟 那这是最近啊 从那个2006年 是他跟 从2006年 他完全发展的 这个 叫新型的 这个接探紫的 一些的武器 前面都会看到 也是有一个机构 在那边做这个 带动吧 这这个是可以带 各位看到他可以带 一个比较 很小的空域 那么的移动武器 那飞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看到 拍役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LED 在尖端嘛 你可以看到他拍役的 一个状况 你可以拍到这样一样 他事实上是上下拍动的 可是当 他跟空气作用的时候 你作用 你作用护动的时候 他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 他不是一个字型来拍 他是不能是一个八字型 或是一个多八字型 或是一个多八字的一个形状 这个是在空洞吗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空洞 把这个飞行商案里面的 我们用高速摄影机去拍 他这个开头的状况 另外我们前面也放阴险 这白色图的黏线 黏线可以去描绘它附近的 有几个驱动的状况 去看有机翼设计是更好的 后续我们的这个是一些 其他机构 我们如果去用 电脑辅助设计软件 来帮我们去 完成我们所需要的一些 零件 那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 一些塑胶零件 这是整架飞机 把它拆开的报告 机身啊 机尾机室啊 那里面所有的物件拆开 全部两个都是 10公克 那这个是去做一些 射出成型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一些 一些磨流 射出磨流的分析 这是一些冲击的试验 我们现在的这个 电脑辅助设计软件 甚至就是计算的 这个技学的计算分析软件 就很方便了 可以发文神的试 所以就是我们做到一个机构 所以这个机构的部分 其实 我发觉就是大家做的事情都蛮像的 现在我可以稍微提一下跟大家介绍 刚才啊 刚才它那个金屯的部分 对不对 刚才那个金屯部分 跟我们这部分 其实构造一些大火效率 这个大火效率 因为我们都是用马达 用马达做驱动的 那马达一开始是旋转运动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把旋转运动 变成是一个上下往步的运动 那我们拍音也是上下往步拍 那它那个机构 就是它那个尾期也是上下往步来拍 所以它的运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都是用一个四连感 为什么一个所谓四连感的机构 马达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开始马达在这个地方 那马达今天有转这个 减速齿轮数 我们用两级的减速齿轮 把它降大概26倍 26倍 26倍速 一开始这个如果是2600rpm 就到最后边100rpm 所以降了26倍 到这边来之后 因为这是一个四连感 它会有1234 它会有一个四连感的过程 我们所谓四连感的东西 就是说 它可以把你的旋转运动 变成是一个上下往步的运动 那这部分的机构 其实跟我刚才的学弟 讲的它运动 其实类似 只是说在设计的细节上有点不一样 那这个部分 跟我们那个波浪转换器 你觉得有没有关系 其实还真的有 也是有点关系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的波浪转换器 我们一开始是波浪上下动的 是上下动的 所以我今天如果有一个 怎样的主板 那跟着这个波浪上下晃动的时候 它应该是一开始 你所起始的一个动作 是一个上下动作 那我们把上下往步的动作 需要经过一个 怎样的传动 变成是一个旋转 旋转就可以带动我们的发电机 所以它变成是 有点是反其道而行 用我们这个事情 是反其道而行的 当然我们从旋转变成是 上下往步 那现在波浪发电的部分 可能就是上下往步 把转身旋转 所以其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所用的机构 其实非常类似 大家可以做的非常类似 那这是一个摄出成型机 这是在台湾很早有非常多 就是模具的工厂 会有很多设置成型机 那它可以把我们本来是 很贵的 加工出来的 可能会把大量推置 这种很便宜 像我们 我刚才做的那个尺 如果一组自己去慢慢加工 花很多钱 可是我们金额和模具 来做的话 就更很便宜 看三十秒到一分钟 就适应出 那塑胶材料来做 非常便宜 很快 当然事实上来讲 是有它的优点 那这个是机身的部分 它的保育脑的社会成型 也是一样可以做到类似的工作 那这架飞机是 还加上 呃 有尾巴 有尾翼的控制 所以它可以 它脚车上面 可以更刺激 当然 看到那个飞机 就是直直飞啊 绕大圈的飞 那这架飞机 它可以做 它后面有在一个文件讲 做转向的工作 所以它可以在很小的space里面 做这样的一个转向 首先 现在这个还是 跟操纵人员的关系 操纵人员 它的那个手练度 它是会决定是这样 对啊 对 所以我就是在想说 看是不是有办法 做得像书里的那样子 那每个人都可以玩 诶 我要用右掌和右掌 我要左掌和右掌 我要左掌和左掌 上去下来 就是很直觉的这个操控 不要去画 各位如果玩空 那两个空气 就会觉得很複雜 有的是退右掌 那有的是左右边 那个 有点点就是要你 就好像要你做一个动作 就是你 你左手 你左手要这个 右手要这样子 这个很简单 可是如果你要 叫你又画实际 又画圈圈 就很难嘛 没有办法 每手都这样 好 所以这个是 关于攀岩 所以攀岩的部分 其实带给我们起 是说 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比如说分云 它这个东西 其实对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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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构的讲 其实应该是可以 可以完成的 可是现在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现在在天空里面 因为这是空气的环境很干燥 没有问题 也没有任何这个 断路转路的问题 都没有 可是到海水里面 就不是了 海水这个是过程里头 你说要让这个飞鱼飞 你总是一开始在海里头 拉串出来 那你第一个是海水里头 你就 你所有的天路 全部断路 全部坏了 全部坏了 所以是怎么去做绝月的动作 怎么去做繁草 绝月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没做的话 都不要讲 你身体再好的 再好的